我跟他们交流时间就一个小时 时间不长 我要把握这个世界告诉他 我们现在修学问题出在哪里 一个是心态 一个是方法 心态非常重要 尊私中道 尊私是尊重你的学术 你对这门功课不尊重 你学的干什么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方法 方法 三字经上讲的 教之道贵一转 教与学都是贵一转 现在学校排阔 过程是较差的 上午一个老师上课 下午另外欢迎另外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科目 所以你学习的精神 一致不能集中 因为你同时学很多东西 学砸了 你心不转 你也没办法深入 所以你所学到的都是鞋皮毛 中国古人不是这种方法 他就是一部书 这一部书没有研究完毕 不学第二本 所以他的精力 用在一点上 专攻 他能得定 他能开悟 你们今天这个学习 虽然很用够 三位得不到 开悟得不到 所以学的是知识 不是智慧 在东方 印度跟中国 古人学习 最重要的就是开智慧 所以学学的过程 一门深入 那是方法 那就是戒律 叫你遵守这个方法 应接得定 应定开悟 目的在此地 智慧开了 不但你所学的东西贯通 你没有学过的东西 你一见也通了 这就是一经通 一切尽通 不能全部通 至少跟你同类的通 你学起来 不会感觉困难 是要吗 就要走了